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内容是一个丑的现象 恋童痞 美国有一个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审查委员会 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 其中显示 曾1947年起 美国更发生了11000起牧师兴迁儿童的案件 是的 没有听错 11000起 而且撕害者都是教会的神职人员 这份报告失去了六个天主教区 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 美国至少有300多名神职人员 性侵 性虐待和猥亵儿童 仅仅确认身份的受害儿童 数量就达到了1000多人 而一些不敢站出来举报的儿童还未纳入其中 报告中列举了一些很恶劣的案件 比如说 有的女童是在生病住院期间遭到强奸的 有的神职人员是在强奸少女导致怀孕后 逼迫少女堕胎 有的牧师会当作其他神父的面强奸儿童 有的儿童被神父绑在柱子上 用鞭子长时间的抽打 这个报告中说 虽然这些例子当真 受害者是以女童为主 实际上 男童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 他们遭受的侵害的方式也更为变态 有的侵害甚至长达很多年 这只是报告出来的案件 有的学者推测 实际性牵儿童的案件 是报告案件的7倍左右 这是美国的一个情况 欧洲那边是什么情况呢 2010年的3月 有德国媒体报道 爱尔兰天主教区也有类似的情况 其中世界道包庇神职人员的恋童犯罪 长达50年之久 我国是什么情况呢 近年来性前儿童的案件 也呈现出贫乏的态势 根据2010到2018年间 全国检察院法院系统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起诉和审判性前儿童的被告 就达到了3万多人 平均到每天有10人左右 其中68%是猥亵行为 在2020年的前三个月当中 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的涉及性前儿童的犯罪嫌疑人 就有4150亿人 平均每天有46起案件发生 这些都是触目惊心的数字 而每一个数字的背后 都是被害人和亲人们流不见的眼泪 当我们听到性前儿童案件的时候 心里都很压抑 更有无比的愤恨 这就是恋童痞的犯罪 那么什么是恋童痞呢 恋童痞也称为恋童色情狂 大家从这个名字就可以听得出来 是一整以儿童为性满足对象的性变态 具体来说就是行为人年满16岁了 他们对至少比他们小5岁的儿童 产生持续的强烈的性幻想性冲动和性行为 这是一种真身性的精神障碍 在中国称之为性偏好障碍 美国那边称为性欲导错障碍 恋童痞可以简单的区分为 异性恋童痞和同性恋童痞 就是说恋童痞患者 他是对同性感兴趣 还是对异性感兴趣区分出来的 还有一种叫乱人色恋童痞 比如在2008年 记录了一起发生在奥地利的 令人发指的案件 一个禽兽不如的父亲 将自己的亲生女儿作为性奴 囚禁在地下室长达24年之久 期间还生下了7个孩子 在实际的案件当中 受害者和性侵害者之间 80%以上都是熟人或者家人的关系 广义上的恋童痞 还包括恋青少年痞 就是对12到18岁的青少年的现偏好 临床实践中 大部分恋童痞患者都是男性 西方国家报道出来的数据 是男性患病率是3%到5% 这个比例也是很高的 如果这个数据整确的话 我们就可以推断 有很多潜在的男性恋童痞患者 恋童痞患者 恋童痞患主要是男性 但并不是全部 在一份数据报告当中显示 在对女孩的性虐待当中 有5%的是女性罪犯 而对男孩的性虐待案件当中 大约有20%是女性罪犯 在人格特征方面 恋童痞这些人常常有什么特征呢 他们常常有强迫性的人格 很内向很自卑 大多数是很灿络的幼稚的个体 他们缺乏自信 和成人交往有一些困难 他们平常更多的表现出 是一种抑郁焦虑的情绪 他们自己会否认对儿童的性偏好 同时呢 他们多数人还伴有反社会性人格障碍 和物质滥用 这两种疾病 这被称为是叫共病群像 为什么会产生恋童痞这种特殊的心灵呢 实际上恋童痞也是 生理心理社会因素更同造成的 在生物学因素方面 更多的是来源于一种遗传因素的相关关系 在一项研究端正研究了双生子 就是我们讲的双胞胎 双胞胎呢 实际上它分两种 一种叫同卵双生子 它们具有百分之百的相同的遗传基因 另外一类呢 叫异卵双生子 它们的遗传基因啊 类似于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似度 发现啊 如果是同卵双生子的话 其中一方得了炼童痞 另外一方大概有百分之五十二的情况 有这种共病群像 但是异卵双生子呢 它们只有百分之二十二左右的共病群像 陈中我们可以看到 神经系统对炼童痞的发生 具有强有力的自由作用 研究还发现 胎儿时期神经发育的紊乱 与炼童痞有一定的关系 其中发现 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 神经介质五腔射胺明显减少 好像它和炼童痞有比较直接的关联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早期的心理创伤的影响 比如说他们在年幼的时候 遭受了性虐待 或者是父母三亲的忽视 或者是目击了严重的创伤事件 第三呢 是一种现实的情感创伤 亲密关系的善事 会导致他们内心很自卑 很孤僻的性格 研究发现 炼童痞痞者 由于各种原因 难以和成年的女性发生正常的性关系 患者生理上较有可能是伴随着 阳尾性格能障碍 许多炼童痞患者是已击婚的男性 尽管他们通常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 但他们侵害的对象都是男孩 炼童痞犯罪是儿童性侵害的典型代表 炼童痞行为本身就是犯罪行为 美国绝大部分现前儿童的犯罪人 都会归属为炼童痞患者这个人群 炼童痞侵害的主要形式是猥亵和强奸 其中事件猥亵儿童罪和强制猥亵罪的比例 占68% 就是三分之二左右 强奸罪是占三分之左右 而且因为存在着生物的趋利 会导致这种诚心犯罪率很高 西方有一个报告 说他们在25年之内 他们的诚心犯罪率可以达到80%以上 很高的诚心犯罪率 而成性侵害犯罪人 可以分布在所有的社会阶层 成年时期的各个年龄阶段 和各种职业当中 在西方国家当中 他们很多人是城市教师 牧师教练 谎刑监督官 这些能够接近孩子的职业 大概80%的受害者和性侵害者之间 是熟人或者家人关系 恋童癖有很多类型 我们看看他们在心理的驱动 行为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临床上可以简单的把他们区分为 情境诱发型和个体偏好型 情境诱发型 恋童癖者有正常的性经历性取向 他主要的兴趣在成人 但是在性压力性情境的诱发下 他们会称动性的对儿童 或者早期青少年有做出性侵害的行为 通常在事后会感到后悔 这些人如果基石矫正的话 他的育后比较好 个体偏好型的恋童癖 他对儿童通常是男孩 有明显的性偏好 恋童行为能带给他极大的一种性快感 如果他们是有婚姻 或者女性伴侣的话 更有可能是为了眼能耳目 可以区分做事整典型的类型 他们的动力和行为方式上各不相同 第一类叫做幼稚型恋童癖 就是他们本身没有发展起 正常的成人性关系 儿童是他们性偏好 社交方面的伴侣 对儿童有长期而唯一的偏好 大家注意他们侵害的人都是男童 第二类叫退化型恋童癖 就这些人曾经有个正常的青春期 同犯关系 并且有异性恋的坚力 但是在遭受情感打击之后 男性气概不足 有严正的自我怀疑心态 他们有可能产生犯罪 犯罪之后产生懊悔之心 注意他们侵害的对象是陌生的女孩 第三类叫剥削型恋童癖 犯罪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和便利的考虑 来实行性侵害的 比如2013年海南省万年寺的一所小学的校长 带六名小学女学生去宾馆开房的事件 两名犯罪人就是属于这个类型 他们侵害的儿童主要的动机是幸运满足 他可以指向是陌生的或者熟悉的女童 他们有可能成为持续的儿童强奸犯 他们会使用各种轨迹 也有明显的身体暴力和威胁行为 这类恋童癖被称为儿童强奸犯 他们与普通的强奸犯很类似 只是在侵害对象上很特殊 在使用的手段上更加恶劣而已 第四位叫虐待型恋童癖 这是性本能和攻击本能相结合的场合 他们偏好同性儿童 他们犯罪行为比较常忍 常用的方式是诱拐和谋杀 在当代互联网时代 恋童癖的犯罪可能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发生 那么对这么一类特殊的坏人 如何来进行打击和预防呢 第一 特别专案打击 美国在20年前就开始了 实施打击性普什者的专项行为 他们在网络上假扮13岁以下的少男少女 因为美国大多数州是以13岁 作为幼女的一个界限 他们以裸体图片或者色情的语言 或者性行为的要求来锁定 并抓候这些潜在的恋童癖者 实际上这是一整钓鱼式指法 要找出潜藏的那些恋童癖者 以电子证据来起诉定罪 虽然有一定的诱惑犯罪的法律风险 但是认为恋童癖的危害太大了 可以这样来预设来进行专项打击 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安排不一样 在我们国家暂时是没有这种做法的 因为涉嫌到诱惑犯罪 同时呢 实施严厉的刑事政策 比如说包括对垒范的电子标签 社区公告制度 我们提到过 我国的上海成都啊 深圳这些地方 已经制定了地方法规开始行论了 第三啊 就是叫化虚器 这么一种惩罚的手段和威慑手段 实际上就是以特定的药物 来降低犯罪人的性趋力 以达到消除其性犯罪的一种动力效果 这种药物呢 主要是以磁性激素环体酮 和抗雄性激素 醋酸甲腔运酮 作为药物的一种使用 它最初是治疗 男性前列腺疾病的药物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就开始应用到 一种对恋童欲望的消解 当时是一种治疗手段 现在呢 有一些国家 是把化学阉割 作为刑法规定的一种刑法 来实施的 也不是说你愿不愿意治疗 是刑法规定的 必须实施一种惩罚 根据丹麦挪威 冰岛瑞典 北欧市国的数据 化学阉割 促使当地的性犯罪的案发率 有原型的40%减少到了5% 很有成效的 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2018年的报告 表明 表明 实施过化学阉割的性犯罪者 他们的诚心犯罪率 降低到了8%以下 这也说明化学阉割 还是很有效的 现在世界各国 对待化学阉割 可以分为三大阵营 第一阵营叫刑法派 就是很严厉的一种刑事惩罚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北欧市国 还有捷克 波兰 韩国和俄罗斯 他们都有专门的立法 来实施 来打击 现在不是一种 明文的一种规定了 确实有一种 司法上的一种应用 是一种强制性的执行 第二派别叫执政派 认为这种化学阉割 可以谨慎的来适应 比如说美国和英国 就是这种态度 当然美国的各州 也各不一样 也有比较激进的 比如加州 比如阿拉巴马州 他们有更激进的做法 2019年的10月 阿拉巴马州通过立法规定 性侵害儿童的累放 当他刑满要释放时 必须要做节约所述 才能释放 如果你不做的话 就必须继续待在监狱里服刑 这是非常严厉的 有人说 这不是违反人权吗 他们的回应就是 他们危害性太大了 尤其是危害 他们这些小部分人的人权 保护多数人的人权 是值得做的 第三派别叫做反对派 就我国的现状 大概都如此 法律上是反对这么去做的 但是普通大众对心侵害儿童的犯罪者 是有一致的愤恨 当然对化学阉格也有一些争议的声音 比如说 欧洲理事会反酷刑委员会 就曾经很强烈的批评化学阉格 他们认为你们做的这些所谓的效果 这些数据有作假的成分 甚至批评化学阉格本质上是对罪犯的羞辱 我们现在来看 即使抛开人权主义者对所谓人血作法的质疑 在现实的层面上也有人担心 化学阉格可能造成犯罪人女性化的特点 而产生逆反和仇恨 他们甚至可能会导致更为极端的暴力犯罪 是有这种担心的 无论如何 恋童癖作为人类心理和性行为的黑暗面 现代世界各国对恋童癖行为的打击态度是一致的 对于预防恋童癖犯罪 我们普通人需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 恋童癖侵害的对象是儿童青少年 他们是弱势群体 受害者当真 有女孩也有男孩 相对来说 男孩的危险更大 施害者当真 有陌生人也有熟人 相对来说 熟人的危险度更大 所以家长自身 要提高对儿童的保护意识 同时 要具体的提醒孩子 远离那些试图接近自己身体的人 无论是诱惑的 还是强制的方式 恋童癖行为是一种较为隐蔽的犯罪行为 要展开有效的打击 恋童癖也是一种性变态的心理疾病 要及时的配合生物或者心理治疗 虽然干预的效果不太理想 但是有干预 真比没有干预 是要更好的 对此 你怎么看 请大家在留言区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